回家的路上,小老鼠艾迪遇到了麻烦 喵,小个子,你要去哪儿? 艾迪说到做到 艾迪是一只小老鼠 它可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 但它身上有个毛病总让大伙心烦 就是保证过的事情从没做到过 鲁塔是艾迪养的一只小蛆蛆 它是艾迪最喜欢的宠物 可鲁塔的窝就是个例子 明明该打扫了,可艾迪就是不干 我一会儿就去打扫 艾迪对爸爸说,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可他偏偏总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洗耳朵上 又大又漂亮的耳朵需要特别精心的呵护 爷爷不止一次这样说 艾迪也保证过每天都会乖乖的洗耳朵 可他总是忘记自己说过的话 艾迪,把脏袜子放进洗衣篮 把橡皮猫放回玩具箱 妈妈严厉的说道 做到这些其实并不难 可艾迪就是懒得做 即使保证过,他也总是做不到 有一天,妈妈要带艾迪去参加奥里阿姨的生日宴会 我保证一定不闯祸 艾迪拍着胸脯对妈妈说 可是,艾迪还是闯了祸 他把餐桌上的东西弄得遍地都是 艾迪还保证不再调皮 做个听话的好孩子 然而,对于自己的承诺 他几乎每次都做不到 维席是艾迪的邻居 他也是一只小老鼠 他经常被艾迪捉弄 虽然艾迪曾多次保证再也不捉弄维席了 但是这样的话艾迪说过太多次了 没人再相信他了 艾迪有时晚上睡不着 他就在床上蹦啊跳啊 一刻也不停 堵堵堵堵堵 艾迪,你保证过 要早点关灯睡觉的 爸爸大声说 可艾迪认为 晚上只躺在床上睡觉 实在是太无聊了 艾迪不愿意总待在家里 他想体验一下外面的世界 我的小宝贝 记得准时回来吃饭呢 妈妈说 好的妈妈 艾迪答道 嗯,等肚子饿了 我就知道该回家了 在回家的路上 艾迪可遇到了麻烦 喂,小个子 你要去哪儿 喵 一只大个子猫问 不用害怕 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我已经吃过午餐了 喵 可艾迪还是有点担心 他能相信大个子猫吗 如果一会儿 大个子猫忘记 他自己说过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艾迪想 但无论如何 艾迪都得回家呀 因为妈妈还在等着他呢 如果小心一点 也许可以悄悄的 从大个子猫身边溜过去 别担心 喵 大个子猫说 我保证过 不动你一根手指头 我会说到做到的 这可关系到我的声誉呀 喵 说完 大个子猫闭上眼睛 进入了梦乡 就这样 艾迪安全的回家了 原来大个子猫 真能说到做到 艾迪想 当他做出保证时 他会信守诺言 一只猫能做到的 一只小老鼠 也应该能做到 艾迪暗暗下定决心 要像大个子猫那样 说话算话 从此以后呀 艾迪每天都把露他的窝 打扫得干干净净 把脏袋子 放进洗衣篮里 好好的和威胁一起玩 艾迪要说到做到哟 艾迪说到做到 艾迪是一只小老鼠 他可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 但他身上有个毛病 总让大伙心烦 就是保证过的事情 从没做到过 鲁塔是艾迪养的一只小蛆蛆 它是艾迪最喜欢的宠物 可鲁塔的窝就是个例子 明明该打扫了 可艾迪就是不干 我一会儿就去打扫 艾迪对爸爸说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可他偏偏总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洗耳朵上 又大又漂亮的耳朵 需要特别精心的呵护 爷爷不止一次这样说 艾迪也保证过 每天都会乖乖的洗耳朵 可他总是忘记自己说过的话 艾迪 把脏袜子放进洗衣篮 把橡皮猫放回玩具箱 妈妈眼里的说道 做到这些其实并不难 可艾迪就是懒得做 即使保证过 他也总是做不到 有一天 妈妈要带艾迪去参加 奥里阿姨的生日宴会 我保证一定不闯祸 艾迪拍着胸脯对妈妈说 可是艾迪还是闯了祸 他把餐桌上的东西弄得遍地都是 艾迪还保证不再调皮 做个听话的好孩子 然而 对于自己的承诺 他几乎每次都做不到 威喜是艾迪的邻居 他也是一只小老鼠 他经常被艾迪捉弄 虽然艾迪曾多次保证 再也不捉弄威喜了 但是这样的话 艾迪说过太多次了 没人再相信他了 艾迪有时晚上睡不着 他就在床上蹦啊跳啊 一刻也不停 哆哆哆哆哆哆 艾迪 你保证过 要早点关灯睡觉的 爸爸大声说 可艾迪认为 晚上只躺在床上睡觉 实在是太无聊了 艾迪不愿意总待在家里 他想体验一下外面的世界 我的小宝贝 记得准时回来吃饭呢 妈妈说 好的妈妈 艾迪答道 嗯 等肚子饿了 我就知道该回家了 在回家的路上 艾迪可遇到了麻烦 喂 小个子 你要去哪儿 喵 一只大个子猫问 不用害怕 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我已经吃过午餐了 喵 可艾迪还是有点担心 他能相信大个子猫吗 如果一会儿 大个子猫忘记 他自己说过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艾迪想 但无论如何 艾迪都得回家呀 因为妈妈还在等着他呢 如果小心一点 也许可以悄悄的 从大个子猫身边溜过去 别担心 喵 大个子猫说 我保证过不动你一根手指头 我会说到做到的 这可关系到我的生育呀 喵 说完 大个子猫闭上眼睛 进入了梦乡 就这样 艾迪安全的回家了 原来大个子猫真能说到做到 艾迪想 当他做出保证时 他会信守诺言 一只猫能做到的 一只小老鼠也应该能做到 艾迪暗暗下定决心 要像大个子猫那样 说话算话 从此以后呀 艾迪每天都把露他的窝 打扫得干干净净 把脏袜子放进洗衣篮里 好好的和威喜一起玩 艾迪要说到做到哟 手信是孩子受用一生的品质 当你说我还想再吃一块巧克力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到底大姨妈妈吃了几块呢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 记住点赞关注并且转发哟 好了拜拜 拜拜